明苏被抓 吉恒连忙去救人 危急时刻 吉恒的父亲孟浩突然出现 救了吉恒 吉恒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还活着 还一直在暗中保护自己 帝君感应到孟浩的情况 连忙赶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孟浩将女儿托付给帝君后 便消失了 吉恒请求帝君让自己嫁给明苏 帝君将吉恒送回了魔君身边 魔君希望妹妹能与帝君联姻 化为小狐狸的凤九偏开结界去找帝君 帝君刚好回来 凤九一把扑到帝君怀里 回到殿中 凤九发现帝君是为自己采药去了 还弄伤了自己的手 吉恒提出让玉如照顾凤九 帝君拒绝 想要亲自照顾凤九 帝君送给了凤九一块玉佩 并向凤九说起了自己的伤心事 凤九暗自表露自己对帝君的心意 凤九画了一幅画 却被四命新君调侃 凤九有些害羞 拿着木芙蓉花糕去找帝君 并用尾巴为帝君上药 帝君更加宠爱凤九 让凤九陪伴自己作画 还专门为凤九建成避暑亭 有了凤九的陪伴 帝君的生活也有了温柔 帝君为凤九做了鱼 凤九为了让帝君开心 忍着吃完难吃的鱼 没想到帝君以为凤九爱吃 做了更多的鱼来喂凤九 凤九想和帝君河畔拖出 拒绝吃肥鲤鱼 没想到偷听帝君说到自己的特别之处就是喜欢吃他做的鲤鱼 凤九决定还是让美好的误会继续下去吧 凤九做完和帝君私会的美梦去找帝君 却看到知鹤埋怨帝君太宠爱凤九 帝君敷言了事 知鹤跟凤九说帝君只是把他当宠物 凤九有些伤心 回到帝君的房屋内 翻看帝君之前和他一起做的话 丛林突然走进来抱走凤九 说帝君要带凤九见一位贵兵 帝君要带凤九见谁呢 凤九和帝君的情感又会有何阻碍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整上书 速看吧 与之后 请登陆腾讯视频